每次跟朋友玩TrueTrip的时候呢 我都会非常的自豪的show off给你们看 你们看我的包包是最小的哦 东西是最少的 然后最轻的 好,话不多说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我的PooPoo品包包哦 Hello,阿伯卡包,大家好 欢迎来到Cutmei Channel 我是美芬 今天呢,我要来开箱我的护肤品包包 先给你们大概的看看我包包里有些什么保障 好,那我们先从卸妆这个部分开始讲 我平时呢,是没有什么化妆的 不过因为工作的关系 如果有舞台去表演的话呢 我的脸上呢,就会有非常非常厚的stage makeup 我对卸妆这部分是非常有要求 非常严格 因为我相信说,如果你没有把脸上的那个妆 彻底的洗干净的话 你待会涂再好的护肤品也是没有用的 所以我卸妆的部分也是有三大步骤 第一,我先用那些cleansing oil 把脸上的妆先clear掉先 然后第二,我就会用这个cleansing water 这个牌子我用了好多年,我觉得挺不错的 然后把它包在那个corgen上 让你很干净的卸掉我们的眼妆 我们的lipstick 然后step3呢,才来用洗脸霜 cleansing foam 然后这个牌子我也是用了好多年 好,脸洗干净过后呢,接下来呢 就是要补水 然后我个人呢,是非常推荐 Evan的Termal Spring Water 然后它也是非常适合那些有sensitive skin的人使用 很多年前呢,我拍戏的时候 因为接触到不适合我皮肤的那个foundation 然后导致过后呢,我的皮肤就变成很干 然后脱皮,甚至没有办法化妆的地步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就听了一个美容师朋友的建议 我就什么都不用 每天呢,只是用清水洗脸 然后妆也不可以化 然后呢,再用这个Spring Water 来这样spray我的脸 然后大概三个月左右吧 我的脸也好了 另外一款,我个人也非常喜欢的 就是这个Clinic的Moy Surge Face Spray 那两年前我去北京考试的时候 那个时候刚好遇到冬天 非常冷 冷风一直往我的脸上吹呀吹呀 然后导致我的脸呢,都干燥到甚至有裂痕 我可以把我的鼻子上的那个疼痕这样拔出来 所以呢,就在这个时候呢,我就去了Sephora 然后就找到这个Clinic的Face Spray 然后我就可能就每两个小时就去拼命的spray啊 spray啊,spray啊,spray啊 就这样把我的皮肤救回来 好,接下来是Moy Surgeizer的部分 然后我个人呢,是用了Clinic好多年 然后一开始用的是48个小时 过后68个小时,现在是100个小时的那个宝石 然后,我其实呢,是可能就一三五用这个 然后呢,246就会用另外一个牌子 就是Lucy Dan的Youth Oil 然后非常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 它虽然是Oil 可是呢,涂上去过后呢 我的皮肤就很快的会absorb掉 你看,好像今天我就涂这一款 然后,那一点都不 oily 然后我甚至呢,就不需要再涂makeup base 我就直接上了这个过后,就直接就可以上妆了 那接下来呢,就是Sunblock的部分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Sunblock品牌 然后,它是有SPF50 因为马来西亚的那个太阳非常暴晒 那如果我们没有涂Sunblock的话 很快呢,就会有那个半纹 我两年前到上海重彩的时候,就认识了一个朋友 她的皮肤呢,是每一个女生看到都会非常非常羡慕的 除了很白以外呢,毛孔也非常非常的幼小 几乎是肉眼看不到的 然后就像baby skin这样,smooth and white 然后就问她有什么秘诀 然后她就分享说,坦白说,其他的护肤品呢,你没有用都还好 不过呢,Sunblock是不可以缺少的 是一定一定要用的 然后就在它的影响下呢 过后呢,我才有了涂Sunblock的习惯 然后呢,我喜欢这一款的原因 是因为它不会太有力 你看,我今天也是有涂了这个Sunblock 然后,就很舒服哦 然后就很快就被我的皮肤absorb掉 好,这个Compartment的介绍结束了 介绍我们要看下一个Compartment 哦,这就是我晚上会用的 我个人呢,是非常喜欢Locitan的这个Overnight Reset 然后,我基本上也是会 可能一三五就用这个Reset 然后有时候会用这个 然后呢,二四六五可以的话呢 我就做Mask 我承认我是一个非常懒多的人 比起Facial Sheet Mask呢 我一般上会比较prefer啦 就是Water Sleeping Mask 然后呢,这个Lanege的Sleeping Mask呢 就陪伴了我可能有最少十年吧 然后,我一个月可能也会做 一两次的Facial Sheet Mask啦 那如果我觉得我的皮肤呢,非常干燥了 化妆的时候呢,妆也是缝着缝着的时候呢 我就会赶快用这一款Mask 然后,它是这样的Capsule 然后打开过后呢,那个Mask呢 就这样放在脸上 然后,保湿部分呢 这一款我给它四颗星星吧 那如果我要Relaxation的话呢 我就会Go for这个7-Day Mask 我个人呢,是非常喜欢它的D3的 然后,它的那个味道呢 你一边敷着一边,就觉得很疗愈啊 好像去Selendromas这样 好,这包包里最后的保障呢 就是这个Acne Patch 好,你们看看啊 这是我前两天提出来的 看到吗 它里面有那个白白的那个Dot 它就是把我的那个Pimpers吸出来的 好,附服品包包开箱结束 啊,不过还有一个东西 让你们看一下 它没有在我的包包里面 是另外的 就是这个 Honey 我几年前去韩国旅行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夏天 然后结果中了三分 没有涂三分的关系 然后回来过后呢 就有朋友们想说 你就用Honey Dungmas来附吧 每一天大概10-15分钟左右 然后就这样附了大概两个星期 有油到皮肤的够就好了 然后呢 我就过后呢 就一直的 有keep着这个happy 然后现在呢 可能就如果我记得的话 就可以的话 就一个星期最少做一次吧 嗯 好,今天的游戏就到此结束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请按Subscribe 然后不是我啊 哈哈 好了,好像是要按小小铃铛 嗯,按中铃铛就这样了 然后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然后嗯,也在下面留言 跟我互动一下 我的朋友们都很震撼 你的化妆包怎么可以那么轻便了 好,那有机会的话 下去我再跟你们 嗯,开箱我的化妆包包 好,就这样了,拜拜 好,谢谢观看 哈哈